自创高是治疗自创非常常用的一种药物 非常方便 舒适 深受患者的欢迎 也是我们临床上用的最多的一种 治疗自创的一种药自剂 那么自创高它应该怎么用呢 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使用治疗膏之前要先做浴 洗干净局部以后擦干 然后再涂抹药膏 第二 我们涂抹药膏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用的太多 薄薄的抹上一层就可以了 把药膏涂浮在病变的局部 不要涂的范围过大 以免使用药膏过多或涂抹范围过大 对皮肤造成刺激 第三 我们在使用药膏的时候 要注意如果用了药膏以后 皮肤出现烧痒 红肿 可能是对药物的过敏所致 这个时候要赶快把药膏洗干净 要停止使用这个药膏 并且要在就诊的时候 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 让医生为你调整这个药物 第四 我们在把药膏用在这个直肠内的 痔疮的时候呢 那么使用的时候会很不方便 我们可以借用一个导管 把通过导管把药膏涂浮在直肠内的 痔疮的表面 或者在使用痔疮酸的时候 在痔疮酸的表面涂浮上痔疮膏 在塞入痔疮酸的同时 把痔疮膏填入到直肠内 而起到治疗的作用